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去完台灣當然要開箱一下戰利品 今次是抽中了5000台幣金福氣的加持下 是一個非常愉快的購物 如果你想知道我買了什麼 買了多少東西的話 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美妝類我買最多是 SOLONE的化妝掃和粉撲 超級大量 這個粉撲我是很喜歡用的 近鏡完全是很密 沒有洞 那些海綿是超級軟 所以我看到任何款式我不管 一邊納一邊納 我是一邊裝到購物欄滿了為止 不同的形狀 總之送禮自用都一流 除了是臉的一些泡泡之外 它還有一些是手指形狀的 比較小的 這些是可以用來拍遮瑕 黑眼圈 細微的部分 我也是買了 非常非常推薦大家 現在在台灣的時候買多一些 用來送給朋友也可以 自己用也可以 這次我看到 其實是有觀眾推介告訴我 是說他們有一個新的植膠 混染刷 他都挺適合帶去旅行的 不算很大 還有有一個蓋子 然後打開 這樣有一個膠 是用來應該上遮瑕膏也可以 或者是用來現在很流行 那個唇膏的邊緣 推開它 也挺有趣 這個是剛剛新出的 我也買了兩枝 是一些雙頭的化妝掃 又是細細枝 帶去旅行覺得很方便 但是這些我就沒用過 然後去台灣 怎麼少得數 便宜的面目的環節 這次我是拆了盒 然後帶了一些過來 因為那些盒在旅行商那裡 太瓦炸了 那我就全部在台灣已經拆了 大部分我都在寶瓦那裡買 看到是299元台幣買一送一 這樣有兩盒 不用100元 我都是覺得很划的 我很喜歡是我的心機 這個安平系列 所以我是一直保持著 每次去台灣我都會買的 我覺得其實每一款 用下去的感覺都差不多 所以亂數都可以的 我最喜歡應該是白色的這一款 因為我覺得敷的時候很舒服 然後敷完是有提亮的感覺的 然後這個是 調轉了 未來尾的 是一個ultra firming 說到好像很厲害 有retinol 然後又可以美白 再加上一個抗皺的效果 我就覺得超厲害的 那我就買了這一款 亦都是他們有另外 這一款有什麼分別 這一款是保濕的 再來就是提提然 這個面膜牌子我都挺喜歡用的 看到它出了新款 紅色這個是很多間都沒有貨的 那就看到一定立的了 然後還有基本的保濕 藍色的 還有這個是超痕定修護面膜 他們都是超級纖維 寫得這麼厲害 而且它不是一盒 有五塊十塊那種 它是一包應該是兩塊的 那我今次的面膜 就輕輕入手了這一堆 收到超多觀眾朋友 IGDM推介我在台灣買ColorCon 所以就選了幾款 這個Flamey系列我以前是用過的 我用的是藍色的版本 都挺舒服的 然後今次看到它出了一個海洋系列 是這樣的橫色 就買了一些灰灰啡啡綠綠色 然後就有一個動物系列 這個是我在台灣的朋友推介的 他說帶出來都挺漂亮的 它是叫做綠森林 那些顏色的名字是很有趣的 叫做紳士狐狸 按中沉穩小象藍 還有優雅鸚鵬灰色 最後還有一個叫做Bai Moody 我覺得它的名字很漂亮 叫做琥珀眼淚 所以就買了 然後也有觀眾推介我買一個BB Cream 他說它也是健康膚色 用完這個BB Cream是挺漂亮的 這個是Dr. Wu的角色玫瑰果附活精華油 見它有一個這麼小的版本就買來試一下 因為平時我是用它的銀色 然後今次就試這個金色 我買了兩款妝前唇霜 分別是Glow和Mask 我看到有台灣的Youtuber介紹 說用它們去打底 然後它是可以令到你之後的唇膏不會改變質地 你如果是塗一些光澤型唇膏的話 就用光澤型的打底 你塗一些Mask的唇膏就用Mask的打底 它覺得是挺好用的 我就買了兩套了 1028我就買了它們最出名的Mascara 這次應該比較新一點是這個紫色 叫做飛激長信竅防水睫毛膏 以及1028我買了它們的遮瑕盤 有兩款的 這個裡面有綠色 然後橙色、膚色 一個調色的遮瑕盤 也有一個是專門眼底的 叫做修片狂黑眼圈遮瑕盤 好像很厲害 Mabelin的這個叫做飛天鏢睫毛底膏 是一個透明黑色 聽說台灣才有的 買了兩支美妝類就是這麼多了 這次我是很忍受 很收斂地買的 去到嘉品 我在桃園的朋友帶我去一間店 然後我就買了這麼多東西了 真的很想全家店都帶回來 因為裡面的東西是超級有趣 第一個就是吃一些麵的碗 它是超可愛 然後顏色是那些小雞王 然後就有一個粉紅色的碟 在上面有一個白色的chopper 很可愛 它有一點點的深度 是可以放一些有醬汁的菜 然後另一個也是很像chopper 是一樣樣的 這個杯 我本身已經是避開買杯 也不是的 一會兒還有 但是總之盡量都不買這些水杯 家裡有很多 但是一看到它是一個飛奔chopper 我就完全抗拒不了 然後有一個很小的 一個雲的醬油碟 全部都是超級無敵童真 然後再買多了一個牛奶鍋 因為這個牛奶鍋 它是可以 你看到後面什麼都沒有 但是它寫說是電磁爐用的 哇 拍VLOG的時候看下去 感覺就好像家裡是超級有質感 那種呢 明白嗎 那間店不只是沙煲冷餐 它其他的生活小物都超漂亮的 這個地毯是超級多人物 就是在那裡買的了 它是三隻熊仔 我就放在床尾 每一天下床踩著它 我發現原來放一張地毯在床尾 下床是舒服很多的 而且每一天起床 你看著它 我都覺得是很治癒 然後有很多小的物品仔 我都覺得是可以入手的 這個是隔熱墊 是一個花花 之後呢 有一個很便宜 它是一個勾來的 很方便 一個很便宜的 你就可以這樣勾著 然後就買了一把牛油刀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肥嘟嘟的 很有趣 又是二十元不用 我覺得都挺划算的 可以入手去玩一下 去用一下 然後有一個換味重的 開出來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打開 可以夾著一些零食 意粉 總之開了的包裝 然後有一個磁石 可以持在雪櫃 都挺方便的 數量有很多個薯條 好可愛 之後呢 就買了很多 有四條的抹手巾 我是很喜歡不同的抹手巾 因為呢 我覺得它們很容易髒 我就會整天去洗 還有我有兩個廁所 我都喜歡 一買就買一啤的 那就有一個 小熊 還有呢 有這個 很醜 它是一些怪獸的樣子 Total呢 我都不記得買了多少錢了 總之每樣東西都覺得是不貴的 那就很值得去看一下 不過它的地點呢 就不在台北 在桃園 但是如果大家去桃園玩的話呢 我真的覺得這一間呢 大家進去是會失心風的 好了 除了那間店 還有一些家品的 又是抹手巾 這個是三眼仔 它的樣子好像地拖 就覺得是吸到水多些 就打算放在廚房 這個比較貴的 它是290元台幣 我在台北車站那裡買的 然後呢 找到一間是買一些 懷舊東西的店 然後就買了兩隻杯 是啊 我不買杯的了 但是這兩隻 它又是台灣製造 然後呢 是一個的啤酒杯 那我家是比較少這些的啤酒杯的嘛 對了 總之找到一個藉口呢 我就覺得 嗯 不如買兩隻吧 我喜歡的東西是成雙成對 一個是 好喝 一個是爽 來個實用的三盒紅寶貝衣物香薰袋 每次去台灣我都會買的 放在衣櫃裡面是很香的 然後呢 再來關於衣服的呢 這次是好主婦 我買了這些 白蘭洗衣珠 買了一個白茶 一個是小瘡蘭加玫瑰 也買了這個是玫瑰加青檸 這三個味道呢 我香港通常是用小瘡蘭或者是白蘇香 好像比較少見就買了 啊 還有這一包啊 我買了這個青檸和雪蟲 我買這麼多做什麼 總之呢 現在開始喜歡了洗衣服之後呢 我就對於洗衣珠是極度無敵 是addicted的了 然後呢 之後呢 也是我朋友 在台灣的朋友 recommend 我買M-gun 這些衛生巾呢 它上面那個包裝呢 是有個女生的樣子 然後她說呢 她們是涼涼 為什麼會用涼涼做一個封面呢 就是因為這一隻的衛生巾呢 它是涼的 即是涼爽 是會冰冰涼涼的感覺呢 即是它有一個濕在這裡呢 她說記住用完之後要濕回 那才會有那個涼感 如果你沒有濕好呢 它的涼感就會消失了 日用夜用 還有這一隻的M-gun夫婦呢 我都買了 如果好用呢 下次就會大手入貨的了 然後呢 就買了一個台灣製造的老包袋 因為我是想試一下在家裡煮滷水啊 或者是一些的紅燒牛肉啊 清燉牛肉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放在這個袋裡 我記得不貴的 就買了 然後也都買了一個 賣了一個 賣了一個賣了一個 賣了一個賣了一個 一個整冰的直膠套 好可愛啊 還有呢 買了一些阿麻的配方 即是我平時呢 是很喜歡它們 浸腳的那個鹽那個牌子呢 我看到有一些的 竹貼是貼腳板底 用來去濕那種呢 有不同的款式 那我就每樣都買了一些 然後這個呢 是金山買的 它叫做無塵線 是用來抹塵的 它說是很便宜的 這些我不懂的 這些清潔部的東西是它負責的 所以它說買就買吧 我們還托了這麼大支的shower gel回來 是立筆小新 好愛睡 書眠沐浴露 250塊台幣左右 是足足這裡 1800ml 可以用很久 所以呢 就這麼重 我們都拿了回來 然後呢 衣服的方面呢 不是很多的 我身上穿的這一件呢 比較鬆身 比較落薄的 是一個parsel 那裡買的 同一間店 我還買了一件有pack的背心 有兩條的繩子 是可以自己喜歡怎樣綁都可以的 再來就是一個兩件的套裝 深啡色的 是一件的背心 再加一件長袖 這個要遲些 可能在官網給大家看看樣貌 因為就這樣看呢 是看不到究竟穿了出來是什麼樣貌 大家應該比較難想像了 另外呢 我就在一間叫做CACO 那裡買了一些衣服 就會有件灰色短板的衛衣 我挺喜歡它上面的pattern 是這樣有少少格紋的 這一件是買一送一 除了它之外 它送是送藍裝 所以金山就受惠了 之後就買了一件小白的環間的針織衫 都是長袖的 都是減價的 它現在好像是買三件以上的長袖 就會有一個六八折 所以我們那天買得也挺凶狠的 然後這一件呢 好像是不是送的呢 不是呀 這件是pattern 買剛才的背心呢 原價是五百多台幣 但是選多一件呢 就會是七百多 所以就選了一件很casual的灰色短板衣 然後就買了一頂小白的餘肤毛 它後面呢 是很多隻小白啊 雖然依依的年紀也差不多 但是也有同心 不要緊啦 我戴得開心就行了 總之呢 這間店呢 除了我買之外呢 今生也買了很多 買到是送了一個冰袋 這個冰袋呢 是非常巧合 送得非常合時 因為那一天呢 我是買了很多的滷肉包給我弟弟 那些是要冰的 剛剛好這個冰袋 這個冰袋呢 就可以幫我運送那些滷肉包回來香港了 所以去到最後呢 就是野食 它是冷泡的咖啡 這次我看到有兩個牌子 比較上台灣呢 是容易買過香港的 它是用常溫的水 倒下去 再加上那個咖啡包 再放在冰箱 四個小時啊 八個小時之後呢 就可以有冷泡的咖啡 因為我不喝咖啡的 我就不知道好不好喝 但是媽媽呢 是每次都會叫我買的 然後呢 就有些雞皮 我記得今生是買了幾包不同口味的雞皮 他自己很喜歡吃 當然去到台灣就要買一些的麵 我們這次選了是一個鵝油金蔥麵 然後呢 我自己就買了一個的老薑茶 這個黑糖一看就知道又是我的了 假意食日的村味麻辣鴨血火鍋湯底 我們就打算買回來 用來打邊爐吧 手工的麻花卷 不止一個 我想都是今生買給朋友啊 那些做手信的了 他是亂買了一個鳳梨酥 我有跟他說哪些鳳梨酥是比較出名的牌子 他是完全不理我的 他在寶雅那裡亂買 我想他的朋友都不介意吧 然後大家很好奇 剛才我所說幫我弟弟買的老肉包 另一個牌子不用說 他就叫我買胡蘇漿的 他就說這個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所以一開始我就幫他買了十包 另一個他是說很好吃 是叫做情味真 我特意去西門幫他買 就是買完之後就有個冰袋 然後就可以運送去香港 那個是要最後一天上機之前買的 我看到有時間我就真的幫他托了二十包的老肉回香港 真的很誇張 最後就是大家會問有什麼手信 我自己買給朋友呢 就只是買了這個六月初一的八字蛋卷 裡面那個卷是一個打結 一個蝴蝶結 這個我們在當場吃 我也覺得是挺鬆脆 很好吃 我們最喜歡海苔味和朱古力味 大家可以參考的 然後我就買了一些紅茶芝麻 不同的味道回來給朋友 還有 還有啊 放在外面就漏了 差點忘了 這些是台灣的醬料 沒錯 我是托了很多東西回來 全部都很重 這個是 鵝油香蒜 用來拌麵 拌飯 炒菜 我也覺得是很香 很好吃的 胡底油膏 大家如果在台灣吃一些皮蛋豆腐上面 不是有一個稠稠的 又不是蠔油那麼濃味 但是又不是豉油那麼稀 就是這一種 我很喜歡 想著是用來當然豆腐 或者是一些涼拌的菜 或者是用來煮一些滷肉飯 應該都會用到的 然後就是今生超級喜歡吃麻油雞 今次在台灣我們沒有吃到 我們沒有找到一間特別想吃 還有其實我在香港 都煮到那個味道給他 就是買一枝黑麻油 所以我香港這一枝用完了 然後都有一陣子沒有煮 今次就在超市那裡買了 好了 真的分享了我在台灣的所有戰利品 你看到很多東西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我抽中了五千元台幣 你數一下東西其實很便宜 買一下那五千元 是買到很多的 所以為什麼會令到今次的購物 變得這麼豐富呢 我想都是歸根於這個抽獎 如果大家在六月之前去台灣 記住上網去抽 不是上機那天抽 記住是之前 好像出發前一個星期 然後去到出發的前一天 上網登記了去到機場下機的時候去抽 Good luck 當然買了這麼多東西 沒有忘記大家 有手信的 記住去IG那裡 看看有沒有心水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覺得可以參考一下現在台灣 究竟是在買什麼 有什麼好的美妝 家品 野食 3 我就覺得 真的剛好轉季 我就不是大手入貨那種 但是不要緊 都可以給大家看一下今次的開心購物樂 如果喜歡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